又到了赏金的季节 长堤水族馆于27日介绍 水族馆于日前组织赏金团 早上出发Sampigio海域找寻并临绝种蓝金 据了解夏天是赏金的最佳季节 南加州洛杉矶线长堤市和陈县沿海 经常都会看到这种大型动物出没 赏金爱好者日前在水族馆门前集合 登上赏金船前往Sampigio港口出海 寻找鲸鱼的踪跡 据水族馆方面介绍 夏季期间南京会游到水温较冷 林虾数量多的海域觅食 6月至9月期间 民众有很大的机会在加州省塔巴巴拉海峡 看到南京出没 有研究和追踪蓝金的专家指出 2017年开始 我们经常在长堤市的海面上看到蓝金出没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统计 目前全球大约有1万至2万5千头的蓝金 它们的体重最高可达200吨 过往被人类过度捕猎的原因 导致数量不断的减少 目前列为瀕临绝种动物之一 基金会方面指出蓝金身体是浅灰蓝色 部分鲸鱼肚子颜色有淡灰和黄白色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变得更多了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变得更多了 感谢观看